在前不久的节目中 意识到自己很久没有介绍过西弗丽塔格了 事实要可以做一期了 派格75和西弗丽塔格 作为上市级钢笔销量的巅峰产品之一 也正好是上市级换和最丰富的两款笔型 G7节目将介绍这两位曾经的换口王者进行对比 挑选颜色相近的型号 横向纵向介绍个人对于这两款笔的认知 也会在视频的最后浅谈一下个人研究的 派格75和塔格能够风鸣至今的主要原因 从18年到现在一直存在观众会私信我 同价位是选择塔格还是选择派格75 视频不可避免的会有倾向性 但是这两款笔都是好笔 我个人会更倾向于75一些 75的肩根相对稳定 且整体做工更精细 插把帽子的手感会更清脆 特别是作为推荐的话 75更好的品控会推荐起来相对放心一些 但是塔格也有其特点 比如说丰富的材料 差异化的外表面造型 以及在尺寸上带来的不同的体验 可以说是两者各有胜负 很难说出哪一款一定会更好 回顾历史的话 诞生于963年的派格75 实施处在欧美世界 对于社会主流文化充斥着 对未来生活积极畅想的时代 需要一款代表着现代的钢笔 需要与40年代50年代 具象化的流线型钢笔 有着截然不同的造型 75响应性地采用当时流行的 微弧度的笔形结构 头尾采用完全的平顶 搭配更先进的西墨器结构 钢笔成为兼具有日常使用性 以及身份象征的工具 由于75生产的时间较早 且同时期派格在发行销售方面 都胜过西菲利 估计目前派格相对于早期的 各式75的库存量 会远大于西菲利的塔格 特别是最具有代表现的75银格 与派格相比 西菲利的动作就慢了一步 同时期的帝国系列 与75相比西墨结构过于复杂 较到70年代中期才推出 更具现代款的钢笔塔格 在初期70年代塔格信号比较少 色彩选择相对单一 塔格的市场定位也略高于75 时间进入了80年代 钢笔的市场开始逐步萎缩 75的生产逐渐转向于法国 开始推出青面与突进度银这种亮面的色彩 企图以新颖的外观造型去填充市场 塔格虽然起步晚 但是在80年代产品线中 具有更丰富的色彩选择 逐步扩大了自己身的保有量 直到90年代 钢笔本身的象征意义 已经超出了功能性本身 塔格凭借自己丰富的色彩积极的市场布局 以及偏大的尺寸在最后扳回一局 从60年代初期起至2000几年的前夕 几乎以塔格始终保持着 世界语言的统一 见证了钢笔 这一单初日用市场的一个历程 所以回到现在 再比较这两款笔 最敏感的是二级市场的价格 由于三四年前塔格的少做行为 导致塔格漆面均价会比 派格漆面高一点 但是也存在部分款型的塔格漆面数量大 而且色彩不讨喜 股可能价格会更低一些 派格漆面的磨砂 基本上是这系列里面最便宜的 价格可以甚至控制在三位数的三四开头 也是我个人多次向私信我的朋友推荐的 可以以最低的价格 体现到75绝大多数的特点 既看的塔格均价会稍微高一些 但是除非特别稀有色 普通款也基本上是在中大的三位数 相对而言 预算不那么充足的学生党 包括曾经的我 只需要三位数的价格 便可以买到一只尺寸上更大 重量更沉 且晶片更多的塔格 也可能是更具有吸引力的选择 但是塔格的劣势也存在 由于金属于漆较差的附着力 塔格所有的漆面 负漆水平也只能说是勉强可以接受 特别是碰到保存不当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漆面整体掉皮的现象 相对而言 派克75会好些 除非特殊的色彩 比如说这种清清实色 可能会发生整体的粉状脱落 其余绝大多数的漆面 75的漆会相对更稳定一些 这些现象也与漆面的漆感 时间相对跟接近于现代有关 派克75的漆相对弱势一点的地方 在比夹的下策 这个位置会相对于塔格更容易有寡称一点 在个人的眼中 这两款比唯一能拉开差距的地方 就只有镀金剑的质量 这一点在二级市场上体现了也机器明显 机器是75拥有更长历史跟U9的生产线 但是75目前市场上出现镀金剑破损的比例 也是相对而言远低于塔格的 早期的75的比卧环这里会转移拖度一点 但是后期的法产的宽镀金比卧环与窄镀金的比卧环 在75的比卧上也没有出现了拖度的现象 塔格的拖度主要集中在笔甲天关笔尾的镀金零部件上 就可能出现斑点状的镀金锈石 此外在部分天关笔尾采用金属贴片的塔格 金属贴片也可能存在比较明显的锈石现象 75和塔格的笔尖素质可以说是相当丰富 同时具有14K与18K两种配置 此外75还存在一些特殊的合金尖薄金尖等 75由于生产时间近35年 但是它的钢笔主要风格还是主要是两种 第一种是节制偏硬若升华 第二种是节制偏硬带一点弹弹性且若升华 部分细节的75可能会轻微存在一点挂指 另外在个人之前的视频中也整理过 大致75的笔尖以及各自对应的时代 有一定的辅助辨识功能 塔格方面的笔尖就稍复杂了 笔尖的谜文方式众多且目前也没有完整的关于塔格笔尖 具体样式与时间的分布 具体生产信息的资料 加上国内对于塔格的研究起步较晚 10年到14年在大陆与台湾的主要钢笔讨论区 塔格均没有太多热度 导致现在的塔格既没有办法找到图片源 也没有办法追溯笔的来源 研究的资料可靠性其实不够的 塔格的笔尖品控就相对我而言会差一点 硬的弹的顺滑的挂指的下水大的下水极致的个人也都碰见过 而且与笔尖特征与笔尖名文 与他的书写感受是没有必然的联系 另外起伍还有一个优点 便是在笔尖上具有粗细的标识 这点我个人非常喜欢 能够在笔尖上反映出完整的信息 比如说百乐 对于去想要格物支支的人是极其有帮助的 相反比如说西菲利 比如说万宝龙 在笔尖上没有出现信息 如果合成或者贴纸遗失 另外辣字极刻意模糊的话 便只能靠经验去判断笔尖的粗细 如果碰到过后期加工过的笔尖 粗细判断便极有可能存在错误 包括国内的二级市场 碰到卖嵌入尖的人 或者卖万宝龙笔尖的人 除非是明显的不能占笔尖的 大板牙的B尖BB尖 其他像不那么明显的F尖和M尖都可以加局 14EF尖 14XF尖 或者14F尖 卖出去皆大欢喜 其他一些细节特征的话 塔克的插帽帽感觉是间断明显的 前半段是树枝与笔毛金属内衬 卡片之间带来有阻尼的摩擦的色感 后半段是快速的金属和味的 有力的这种清脆感 旧的插帽们会相对线性一些 前半段是光面树枝与金属片之间 相顺滑一点的摩擦感 后面半段的话 它的插帽帽的清脆感会相对于塔克偏弱一点 另外这两款比均是使用新墨器结构的 标准款的塔克几乎可以使用 CVD的所有款新墨器与摩囊 且可以使用新的款的旋转新墨器 派克75也是基本可以使用 全部派克的新墨器以及摩囊 此外派克也可以使用部分 现在国产品牌与其内径相同的 兼容的新墨器 派克75与塔克的重量是基本相当 都在20克出头些 具体还要看具体的笔感材质 塔克会相对于派克75重额3到4克左右 派克由于笔感较小 握持会偏纤细一点 另外在派克的笔握上 有三角窝围对于一场需要长时间使用的 握持体验是足够优秀的 塔克采用嵌入肩的原因 所以它具有修长的笔握 如果说我是位置偏高的话 塔克的握持体验是极其契合的 除了75与塔克本体款 新墨量款比也存在外观近似 但是改变尺寸的衍生款 比如说塔克的Slim款 派克的帕姆亚 虽然本体之间是存在 虫位差异的 但是工艺区别并不算特别大 以后这些款也会要单独的节目进行介绍 最后由于75与塔克的生产时间线较长 生产组装的厂家多 即使是同一型号的港笔 也可能存在不同的配置 比如说笔杆的长短可能不统一 或者头尾的PPM材料不同 笔身本体的素质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最后说一点替外话 为什么现在我们依旧可以明年塔克 依旧可以吸爱75 除了这两款笔本身的素质过硬 另外在个人的观点中 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 便是这两支笔 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的建立 塔克与起乎在其最辉煌的年代 伴随着个人的网络应用的高速发展 在互联网初始的发展时期 世界范围内的玩家之间可以相互分享 具有网络信息的合力 共同构建出知识体系 并可形成在世界共同分享的网络信息参考 比如说派克51的单身实验就相对早了点 无法形成相对客观统一的资讯综合体 但是也不像现在 海量的信息除了加速知识的分享 也会诞生出大量不准确的信息 加上大部分人是无法亲手试验的 导致国内网的钢笔社区 都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错误甚至 最后即使是UP主到手的资讯 也很难完全准确 加上国内视频网站追求的是实交性 而不是准确性 导致错误的信息可能会进一步的传播 虽然信息不一定需要是完全准确的 也无法做到完全准确 但是尽可能在当前实践 做到尽可能减少谬论 并向信息需求者提供帮助 这是最重要的 中华文明传承至近语 文字的历史也是密不可分的 现在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关于75 关于塔克近乎于完整且较为准确的知识体系 以及在笔本身背后的历史 由于有了文字的存在 并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亡 个人也仅以微薄的力量 希望至少能减少一些 可能消失在历史长河的笔 或者去逐步发掘一些还未能验证的知识 好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